防控疫情是每个人的责任 那么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如何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 下面跟着我们的记者去了解一下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天前来办理各项业务的人数过万 为了保障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 是政务中心采取了多项便秘措施 保障前来办事的人员能够安全有序办理业务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为了广大群众 更加方便快捷有序的办理业务 有需要的群众可以通过 一城市民云APP和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 进行预约 可以具体到某一天的某一个时段 通过预约后可以提前到场 到时间后进行取号 然后根据工作人员现场安排 进入现场办理业务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也再次提醒 有办事需求的群众 务必遵守相关防疫防控的要求 自觉配合防疫工作 自1月4日开始 市民进入政务大厅 需首先在马上办事 绑定自己的健康码 健康码为绿码 且佩戴口罩的情况下 方可进入政务大厅 目前我们海口市政务大厅 全面支持了网上预约 市民可在夜城市民云和海口12345的公众号 根据自己的时间 先提前预约 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时间段 前往大厅办理业务 有预约 您在通过什么预约的 夜城市民云 你预约肯定有号 不至于来会遮掌浪费时间 现在这个疫情公众塔合 对这个人数也有一定的限制 这样对大家都好 厉曼1月7号 海口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就零售药店的疫情防控工作 发布通知 督促药店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监管职责 海口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 一是员工身体状况排查到位 凡是体温不正常的人员不得上岗 二是防护措施到位 从业人员营业时间 必须佩戴口罩规范着装 每日早晚测量体温 店内每日药队 对门把手 柜台 地面等 群众密切接触部位 进行消毒不少于三次 并做好消毒记录 三是防控宣传到位 药店必须在入口处 张贴 省市相关防控文件和温馨提示 利用自有的显示屏 喇叭 广播等工具 在营业场所循环播放 疫情防控知识及相关要求 四是进店人员一律要佩戴口罩 五是购买 退烧 止咳类药品 一律实名登记 严格落实扫码购药制度 时播海南记者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important订阅明镜